8月27号又有美国驱逐舰行津台湾海峡 这是拜登上任后第八次 不过这跟之前大不同 因为还有第二艘一起出没 这是美国海岸防卫队的船骑机巡防舰 目落号 海巡在前 海军在后 那换句话说就是说 海巡的船只呢 事实上是抵挡第一波的海上的灰色地带冲突 那这是这张GOAT的用意 帮MH60直升机热加油 这是目落号去年参加环太军演画面 他2017年开始服役 今年8月初抵达西太平洋 印太司令部证实是来支援的 因此也被分析是否是应对 北京今年初通过的海警法 为了因应会在灰色地带冲突 战术战法还有拦截的方式等 还是要跟美国取经 他们会派遣不管是舰艇主员 或是相关技术的人来台指导 而这么刚好 美国军舰通过台海共军也派出两架直巴直升机 在海峡中线尾端擦边球 另外台日执政党日前首次举办二加二会谈 跟喊出美日台海巡要共同训练 无论是日本海域或台湾海域 其实是相通的 而这样海域的相通的过程当中 海上救难海巡相关的配合的操演 我认为这是有个必要性的 因对岸灰色地带威胁 自然有国防需求 只是来因很关心日本海巡之前 在捕鱼问题上多次喷水攻击过我渔民 蔡政府想要让海巡成帝 而海巡与我国家多交流 虽然无妨 只是如何拿捏其中界限 让我不要沦为大国旗子 TVBS新闻红富华 刘婷婷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TVBS News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